就是應該已經通過了最困難的點了 就是上面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最難的這個Netbar 如果你可以做出來的話 恭喜你,後面都很簡單了 OK 那基本上它的原理原則 你想說,為什麼其實做App 但你如果用別的方法 可能要寫程式或怎麼樣 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有的是用寫Java的方式 不過那個東西對各位來說 可能太困難了 所以我就選擇一個 目前來說應該算最簡單的 好,這個應該是所有寫App裡面最簡單的 而且以後可能在學校裡面 小朋友小學生可能也會開始學寫App 應該已經107年的課綱裡面 已經把程式設計納為中小學生必修課程 OK,所以以後的話 中小學生可能比你們厲害 OK,所以如果你再不學習的話 可能當然以後會有些挑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接下來這個地方 我們還需要做出什麼效果 第一個NetBar做完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底下的項目清單 原來是內容 把它做一個叫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 實際上顧名思義就是清單檢視 我需要類似像這樣 這邊有個箭頭 可以怎麼樣點擊它 除了可以從上面去點擊之外 我也可以從我的下方去點擊它 最新消息 那點上面跟點下面是一樣的 不過是兩種不太一樣的效果 這個List View通常是 你可能有很多項目 你可以做個清單讓它去點擊連結 所以第二個的話 要怎麼樣做出這種 所謂的List View效果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List View我把它刪除一下 我把它原來 把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好了 它實際上就是UL到UL 所以把這個刪掉一下 本來裡面也許是一個內容兩個字 內容兩個字 這個內容兩個字我把它刪掉 那要怎麼做List View會比較簡單 其實非常容易 你如果內BAR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內BAR這幾個 把它Ctrl-C 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貼上Ctrl-V 貼到這邊之後的話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選取它 把這個東西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Data DataRaw 本來是 它原來的DataRaw是內BAR對不對 請你把這個選起來 這樣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把這個DataRaw 改為什麼呢 裡面的話 會有在內BAR的上面 會有個叫List View List View 就清單檢視 把它點擊下去 OK 點擊完之後呢 你只要稍微瞄一下 點擊完之後 確定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最重要是看這邊 UL的後面的DataRaw 是不是List View 因為如果UL後面是List View的話 那這個效果一定做得出來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地方 其實複製貼過來 選起來之後 把它改為DataRaw 大概就這樣 即時一下 OK 看到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因為呢 本來已經有超連結了 所以點擊它 你也不用做任何設定 因為本來就已經做超連結 所以這個超連結不用再增加 它裡面都已經連結 所以連結進來 那只是說 可能有一些多元效果 像什麼DataIcon 或者DataSync 你會發現喔 DataIcon 跟DataSync 在這邊完全不會work 因為呢 在那個List View裡面呢 它不接 不能不支援 就是說上面加Icon 然後呢 變換顏色 這些設定 所以即便你設定上去 它也不會有效果出來 這第一個 請你把下面這個地方 做一個List View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它複製下來 再改一下 那個List View的這個DataRaw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請各位再增加什麼呢 增加就是說 點最新消息的時候 那我希望 在所有的項目清單裡面 下面多增加一個下一頁 當它按下一頁的時候呢 下面還有下一頁 那也就是可以讓它 一直往下一頁 下一頁下一頁去 去看到 再下一個Page的東西啦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 下一頁下一頁這個效果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怎麼做 一樣切到最新消息 那做法上面 我再把這個先把它Delete掉好了 原來是沒有的 其實你只要打幾個字 打下一頁這幾個字 再來的話呢 OK 好 那要怎麼樣增加 這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第一個是List View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 就是 後面這幾頁的下方 增加下一頁 Enter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 多出來項目清單 點掉 輸入三個 三個字叫下一頁 那這個下一頁 你現在即時的話 它不會work 它原來的樣子 應該是長這樣 它不會是一個 我們要的什麼的按鈕 而且不會做超連結 但是如果說你要讓它能夠work的話 很簡單 選取它 把它變成超連結 超連結怎麼加呢 下方是有連結 你可以怎樣 緊 Page 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要連結到下一頁 那現在這個最新消息是Page1 下一頁的話是Page2 所以這邊改成Page2 Enter一下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即時來看 當然最新消息 會有這個 一樣可以work 不過呢 看起來實在是有點醜醜的 以後如果你 當然人家還是知道超連結 不過那個感覺有點像以前的網頁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它快速的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很長的一條 按鈕 因為一般在手機裡面 手跟滑鼠比的話 滑鼠尖尖的應該比較好點 可是你的手要點的話 因為你的手很大 有的時候出手出腳 那當然你要需要大一點的按鈕 那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加了超連結之後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你的Data Road裡面呢 剛剛我們用過Netbar跟Disview了 請各位你往上看 第一個 有沒有叫button button的話 實際上就是按鈕 所以你就按一下它 button 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它怎樣 再即時看一下 最新消息 按鈕就出現了 有沒有點擊它 它就下一頁出現了 OK 所以要增加一個按鈕還蠻容易的 另外 在按鈕上面呢 同樣可以增加 那個Data Icon 比如說下一頁的箭頭的話 就當好了 比如往下 OK 那再即時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呢 一樣可以增加什麼 一樣可以增加一個 向下的箭頭 有沒有 向下箭頭 還有呢 還有哪一些呢 還有它的Data Sync 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就是說它的顏色 如果說你要變更的話 Data Sync 比如說你要把它改成黃色的按鈕 這個Data Sync 黃色是E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黃色的 印象中好像也可以變黃色的 有沒有 OK 所以基本上 它的變化 只要你選對效果 它就可以馬上 把它變成你要的一個效果 所以請各位一樣 就每一頁每一頁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做完之後 新書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拿Ctrl C 這個Enter一下 把這個取消掉 貼上之後的話 把這個Page改成Page3就好了 那你可以顏色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是黃色 這個也許可以把它改成藍色好了 OK 新書登場 所以你這邊把它Save Ctrl S 存檔一下 然後一樣即時 你會發現 新書登場也會有一個藍色的 有沒有OK 大概是這樣 其實下面總共會有下一頁下頁下頁下頁的效果 OK 大概是這樣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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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